怎么样加进来 其实我想最后可以把它做出来 可以类似像这边各位可以看到的 我做完的结果 就是再把原来的配谷数量表 再按Ctrl键复制一个SVBA 加一个VBA 刮5VA 然后呢可能需要两个按钮 一个按钮是先把它清空 清空之后的话呢再按计算 计算呢全部怎么样 就帮你全部计算好了 你根本什么事都没做 清除计算 计算的话呢 里面就把刚刚所有做的动作 全部呢 就是再帮你run过一遍 那怎么样可以让 这个地方的程式怎么做出来 其实至少有两个方法 至少第一个的话 你可以用录制聚集 前面有带各位录过聚集 也就是你可以把你刚刚做的所有动作都录下来 然后最后变成一个按钮 OK 这方法一 不过 如果你用录制聚集 把你刚刚动作全部录下来 其实录非常多的程式 我不建议 你可以试试看 因为录下来的话 哇 程式好多一堆 至少我看可能几十行一定有 但如果说呢 我们用第二个方法 就是自己撰写 这个怎么撰写 这里面的程式 只有for回圈 里面再加五行程式 就解决了 for回圈 什么意思 这里当然不是 重新再把那个里面的资料 逻辑那些重新做过 其实我们这边只是用很简单的方法 把刚刚的公式怎么样 丢到这个储存格里面让它执行 那哪个范围呢 就是第四列到最下面一列 所以基本上 我们可以先从清除开始写 清除怎么清除 其实你可以直接 我这边直接来看一下这个清除的程式 这里面的话第一个 这里清除的程式 我想前面也写蛮多 程式并不复杂 一 插入一个程序 不过特别之后 要先插入模组 再插入一个程序 那模组记得 你要放对地方 因为我们刚刚假设开两个 两个档案 我们应该是插入模组到这一个 OK 之前有同学是 插入模组的时候 插入到别人家 模组 执行也可以执行 可是关起来存档 下一次就不能执行 为什么 因为下一次除非你两个档案都一起执行 否则的话 因为你放到别人家你就没有程式了 OK 所以你要看一下这个 按右键插入一个模组 然后再插入一个清除好了 清除里面的程式怎么写 其实这个前面都有写过 for i 等于第四列 到 a 4 向下侦测 的那一列 哪一列不知道 反正就是向下侦测 它如果有几列 盘测向下 自动就抓到最下面那一列 五十八 有没有 OK 所以这个地方的话呢 自动从第四列到 五十八列 那做什么呢 把这些栏清空 哪几栏呢 我需要清空的栏 就是从那个 d到 h 栏 所以这边的话 程式怎么撰写 就是你这边写一个 d栏 有没有 前面就是i列 d栏等于什么 空的 1栏 空的 到 h 栏 所以这里 其实只要写五行程式就好了 这样清除功能完成 应该懂这个逻辑了 OK 那清除写完之后呢 其实 你只要把清除的功能怎么样 清除的程式 再把它 复制贴上 底下的程式也写完了 底下怎么写 把这个复制贴上 Ctrl键按住就可以了 Ctrl键按住就复制贴上 然后呢 把这边改成什么 计算 可是问题这个是清楚啊 没关系 你就把什么呢 把那个原来写好的 那个公式 d栏里面的公式 把它怎么样 复制起来 复制第一个 取消一下 贴在哪里呢 贴在那个我们刚刚的清除的滴栏的这个后面 如果你给空的 他就是清除 如果你给公式的话 那他是吧 帮你把那个公式执行 不过如果我现在执行的话 你会发现哦 他一执行呢 他全部都是三万五 为什么呢 因为哦 这个是 有没有 所以你想要怎么样 把这个是改成什么 改成I就好 我前面讲过了没有 你不能直接就打个I 为什么 因为I是变数啊 是是自串啊 所以你要把变数放在自串中间的话 还有印象吧 双引号双引号 移到中间嘛 endend再移到中间 加一个I就好了 这个有点像背口学啦 不过为什么前面有讲过 所以尽量啊 如果你实在是无法理解 你就先背起来 然后呢 前后再加什么 再加空白 endend前后再空白了 那因为在esale里面 那个资料 就是上面这个公式 不用加空白 可是esale要 好 那再把它执行看看 你会发现 D栏完成了 那依然怎么做 对 刚刚这个应该要 这边要 因为你执行这边 这边就不见了 所以等一下注意啊 执行可能要执行 这边啊 不要执行到这边 因为这边通通不见了 不过没关系啊 云端上也有了 云端上我这边有放 那个之前的 第一段 这个是第二段 那第二 第二公式啊 还好 因为它里面没有列 所以你直接怎么 第二个直接贴就好了 直接贴之后的话呢 执行应该就OK了 所以这个 这个执行 现金鼓励 没有问题 因为它里面没有 没有那个4 然后再来就是 我们后面还有两 还有三个 所以这个 这个好像也没有 所以这个直接 Ctrl C 直接就过来 这个就贴就好了 这里面也没有4 所以直接执行这个OK 然后这个也不用 Ctrl C 这边的话呢 直接对吧 这边贴 然后 Rank EQ Rank EQ 这个有 所以怎么办呢 你这个只需要改什么了 改这个的4就可以了 你看这边多一个双引号 再把它删掉 这个 那这个4怎么改比较快呢 其实这边有改过 对不对 你可以啦 Ctrl C 这边 Ctrl V 贴上 好 全部完成了 好 所以基本上呢 这样跑 把清楚写完 清楚应该会写 其实你写了很多了 拿来改 那这个好处就是说 你直接执行 它全部就帮你Rank OK 所以 那这个方便的地方 就是说 如果你平常工作里面 已经有很多写好的东西 那你又不想要重新去写 但是你又想要有个自动化的 这种直接执行的这种结果的话 那因为你直接报表产生啦 后面也许你可以再写一个 把它列印出 那如果其实列印出去 你不会的话 没关系 录制聚集会吧 把录制好的聚集贴到这程式后面 它就会输出之后 就把结果列印出去吧 OK 那这样的话呢 你可以一键真的可以完成所有报表 OK 所以请各位试一下 刚刚这两段 其实云端上也有 其实最好还是自己动手做一下 做完的结果就是一个清除 再一个计算 画面先还给各位一下 那这个部分呢 主要就是撰写VBA 除了自己从头写之外 当然你可以把你原来写好的公式 直接就贴到那个什么 贴到双引号里面 那它会自动帮你把公式丢到储存格里面 自动执行 那这个也是一个还蛮常用到的方法 那如果配合名称的话更方便 因为如果你是名称的话 就比较可以不需要改很多地方 因为名称都固定的范围 所以如果我输出公式 我还蛮喜欢先把很多范围先改成名称 再把那个公式都用名称代替 以后改输出这个公式的地方 其实就非常的少 执行起来也没什么问题 那坊间的书籍很多是教人家 直接用录制聚集 不过录下来的东西 真的会太繁琐了 就像刚刚那个五个栏位的资料 如果用聚集录制下来的东西 可能会超过 可能会至少 可能会超过100行吧 程式可能超过100行 那像我们刚刚写完之后 程式了不起就是五行 再回圈而已 我想各位试一下这部分